在正式跟大家深入講蘋果 M4 iPad Pro 和新的 M2 iPad Air 之前 我想用 iPad Logic Pro 2 跟大家試一試蘋果在 M4 晶片上的 AI 運算效能和它的能力 它可以透過 AI 將一首歌 一條 track 將它的人聲 鼓 和 bass 和其他樂器分成四條 tracks 這件事對於我來說就好像魔法一樣 大家留意著它的速度 Split M4 iPad Pro 竟然用了一秒鐘就將我的 Focal Track 在歌曲那裏差不多完美地拉出來 試了它的 AI 功能之後 我開始相信 M4 晶片可能是蘋果電腦 iPad 電腦 或者電話上面打開 AI 應用的新一頁 工作上呢 其實我就不是很特別用什麼很特別的功能 主要我是用來看譜 有一個 App 專門是看譜 App 我們就按一下 就會轉頁 還有我可以寫很多東西 做一些賣相 消遣相 例如我看劇 看 YouTube 啊 例如我坐飛機的時候可以立刻開一些東西來看 那一定是 iPad 方面一點的 這部呢 是 iPad Pro 的 12.9 吋 2018 年 已經是 Vintage 東西來的 還有 你們看到呢 在 Beat Up 到死了 全部都 割爛了 這裡是我們寶數次 這個螢幕已經是 已經是 眼睛到很多地方都是 都有一些古怪的東西 加油啦 我跟它 因為我們連了一個 App 就是我們的閉路電視 那我們回到去就會看貓了 看著我們的貓了 我們現在在用的就是 iPad Air 第四代 平時我就拿來是 制定了學生的 Training Program 還有 Schedule 都是用 iPad 上面做這個 Setup 還有有進時 譬如我們有一些學生 我們要跟他們解釋一下 身體的結構 或者一些飲食的概念 我們都會開 iPad 裡面的資料相 或者資料的片 給他們看 我呢 現在呢 就是用這個 iPad 來剪片 因為 iPad 我可以隨身攜帶 比較方便 而且因為這樣方便 會令我可能容易一點 攝時間去完成那些片 我是一位剛剛畢業的 E4 身 11 吋的 iPad Pro 再加上這個第二代的 Apple Pencil 為什麼 iPad 對於我來說是這麼重要呢 其實因為我們讀這一科 除了上 Letcher 之外 都要上病房實習的 病房都比較淺窄 沒有一個桌子讓我去 慢慢坐下來寫自己的 Notes 用 iPad 來說就比較方便 還有如果 我有些相 想 upload 上我的 OneNote 上面打 Notes 的話 iPad 來說都是比較方便的 我們首先講了兩款新 iPad 都可以對應到新的 Apple Pencil Pro 它的價錢跟上一代一樣 但是多了幾個新功能 首先它現在多了一樣 叫做 Haptic Feedback 觸感反應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例如當我們鍊支筆的時候 開了它的輕鏈功能 支筆會抖一會 告訴你 OK 你已經做了一個動作 好像平時我們用的 Macbook 的 Trackpad 一樣 講開鍊它 它現在多了一個功能 叫做輕鏈 Squeeze Gesture 在不同 App 有不同的表現 例如 例如在 Freeform 這裡 鍊一鍊支筆 就會有一個小的工具menu走出來 就可以加快轉筆轉顏色的速度 第三樣多了一個東西 叫做 Barrel Road側轉 意思是它現在多了一個陀螺椅 當我轉筆的時候 大家看到筆頭是會跟著筆轉的 這個功能除了畫畫有用之外 對我們寫字應該都是有幫助的 也都有 Double Tap 有例如在 Freeform 這裡 Double Tap 就會快速轉筆 還有一個新功能對於我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 Find My 兩部新 iPad 都支援 Apple Pencil Pro 但是就不支援上一代的 Apple Pencil 另外一支它們 support 的就是沒有無線充電 要放進USB-C 充電的那支 Apple Pencil 我們先看看新的 iPad Air 有四隻顏色選擇 外形不變 跟上代一樣 處理器方面 由上代的 M1 升到 M2 性能基本上是不需要說的 一定夠用 一般的打機 看影片 做文書 做筆記 甚至是半專頁你要剪一些簡單的影片 或者執照 做音樂都好 其實它是綽綽有餘的 是應付到的 支援剛才說過的 Apple Pencil Pro 裡面的所有功能 Touch ID 解鎖 有一個 USB-C port 喇叭是打橫放機 左右 Stereo 前置鏡頭放在中間 以我個人認為今年 M2 iPad Air 最重要的更生 就是除了11吋版本之外 推出了更大版的13吋 iPad Air 因為一直以來 包括我自己在內 都是很需要一部大一點的 iPad 去工作 例如我彈吉他的時候 會想要一個大一點的 screen 令我去看店會看得方便些 又或者你是剪片 執照 都想要一個大一點的 canvas 去工作 很多時候需要大螢幕的用家 其實他們只是想要一個大一點的螢幕 就未必需要用到 iPad Pro 的專業功能 現在推出了這部13吋 iPad Air 之後 就可以用一個更優惠更親民的價錢 去買一個大版的 iPad 去工作 新的11吋 13吋 iPad Air 兩部螢幕 都是用 Liquid Retina Display 每每60格 光度最高是600 litre 11吋型號最便宜的價錢是 4599 有 128GB 13吋最便宜就是 6299 但也要提醒一下各位 雖然我很喜歡13吋 iPad 因為方便我做事 但13吋的確是比較重的 所以其實不是一定大就是好的 最重要大家要選擇適合自己的 iPad 它是最細部的 iPad mini 其實它是很好用的 現在這一刻我拍片的時候 它就是我的相機的 monitor 所以大家會見到我後面的環境在這裏出現 還有如果要看影片 看漫畫 其實它是很方便的 因為它真的單手手拿到 所以大家買機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了十不存 如果你不需要這麼大的螢幕 如果有時候要拿一部機出去的話 其實11吋是比較輕巧的 除了Apple Pencil Pro之外 iPad Air都有自己的Magic Keyboard 如果你用它是要做大量文書工作 經常要狂打字的話 如果負擔得起的話 Magic Keyboard是一件非常好的東西 好了 我們做一點總結 M2 iPad Air 適合哪一種用家呢 因為畢竟它都有M2晶片在裏面 對於我來說就是一般文書工作 學生Technotes 甚至去到半專業用家 其實專業用家都是會用得很開心的 如果你本身是只需要學生哥 去Tick Notes做文書工作的話 我認為iPad mini 或者普通iPad都會做到的 但如果你是要畫畫 收拾一下相片 想再順利一點 或者你是要用到Apple Pencil Pro新的功能 例如它側轉 或者想更快的Squeeze 它就可以有個Menu Bar出來 去切換工具的話 你就適合買iPad Air 我是鼓勵理性消費的 就是這樣 以上就是蘋果最新的M2 iPad Air 所給我的感覺 基本上你想要在Tablet 要完成到的工作 它都一定是完成到的 但是假若你真是專業用家 你需要一個超美的Display 去幫你的電影或者你的影片 去做Color Grating 又或者想要一個最好的螢幕 去Display你的作品給你的客戶去看 你是一個專業的畫家 3D動畫設計師 又或者你需要很快很強勁的AI運算功能 又或者你不是專業用家 但是你有預算想買一部最好最強的Tablet 你就是要買蘋果最新的M4 iPad Pro M4 iPad Pro有兩種顏色和兩個Size 就是11吋和13吋 很薄 尤其是13吋版本 它的厚度只有5.1毫米 蘋果說是他們做過最薄的器材 11吋那部都是薄的 它的厚度是5.3毫米 它的重量是明顯地有減輕度的 新的M4 iPad Pro兩個型號 11吋和13吋 它們的Display 都是用一個叫做Tandem OLED的技術 它的名字叫做Ultra Retina XDR 這個螢幕有趣的位置就是 OLED螢幕一般來說是很少它這麼光的 現在這個Display 平時是可以最光平均顯示度1000Lit 在HDR的Content顯示方面最光是可以去到1600Lit 為了達至這個效果 根據我的理解就是 將兩塊OLED疊在一起 Apple他們說為了做這個Display 除了Tandem OLED的硬件本身之外 為了防止OLED會BURN IN這個問題 要同時使用M4晶片不停地做運算 所以要做到這個這麼薄這麼漂亮的螢幕 背後是需要很多硬件和軟件上面的配合 它支援Promotion最高去到120Hz OLED顯示器由於每一顆Pixel都可以獨立發光 所以它的黑色可以是純黑 對比到達200萬比1 如果大家對這個Display技術有興趣的話 是應該要去Apple Store那裏看一看實物的 因為我簡直覺得它不是很像一個螢幕 當你播放一些風景的時候 它更加像一個窗口 因為是很漂亮的 新的iPad除了輕了薄了還有新的螢幕之外 另一個震撼彈就是它們 skip了M3直接用M4處理器 好老實說速度方面其實M1、M2已經是很厲害的了 但是今次M4是再有少少不同的 它除了快了圖像處理器厲害了之外 它還用了第二代3納米技術去製造 所以它是省電一點的比起以前的晶片都要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今次的iPad Pro才可以減體積、減重量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維持10個小時的使用時間 發熱的情況Apple說改善了20% 今次的分享我不講太多跑分或者圖像處理那些了 我們直接講一講它另一個重點就是 Nero Engine 網絡神經引擎 蘋果說它今次可以每秒處理38萬億個工序 它可以提升到AI的運作 也有更好的Machine Learning 作為一個M4晶片對於AI的效能和功用 我用它們最新的Logic Pro 2 跟大家做一點示範 如果你本身都有做一點音樂的話 可能你都會跟我一樣覺得很驚訝的 首先我們在iPad那裡打開了Logic Pro 接著我為大家示範第一個功能 就是叫做Stamp Splitter 示範的音樂就是叫做Moshi Moshi Fushisan 就是之前我幫ViuTV一個節目 Moshi Moshi Fushisan做的一個Jingle Stamp Splitter的功用是什麼呢 就是它可以透過AI將一首歌 一條Track 將它的人聲鼓和Bass 和其他樂器分開出來 分成四條Tracks 我們做示範 大家留意著它的速度 分開Vocal、Drum、Bass和Adders Split 我們先聽一下Chorus原本是怎樣 好 直到人聲 我到現在都不太明白為什麼可以這樣 它將Mi和Gi的聲音拆出來 在拆出來那四條Track裏面 人聲的表現是最好的 差不多是原理 接著聽聽聽鼓 Bass 這件事對於我來說就好像魔法一樣 我們來聽聽Arders那裡 感覺上聽起來比較有瑕疵感覺的 就會是Arders這一條 但其實已經是很恐怖的了 現在我們只看了人聲 只聽聽音樂Background MMO 我們又看看在M2 iPad Air 那裏做Front Track這件事 會不會用到很多時間 所以其實M2 Air都是做到的 不過M4就是即時等都不用等 在Logic Pro 2剛剛為大家示範的 這個Stamp Splitter 我們可以看到AI運算 可以為音樂製作 帶來一些什麼新功能 除了Stamp Splitter之外 在Logic Pro 2裏面 有另外一個新的功能 是跟AI有關的 就是它可以幫你Soloft做一個片曲 使用方法是這樣的 它現在有一個新功能 是可以讓你進入Cord Progression 就是你的歌曲底 我用這首歌的4個8個Bar 跟大家做一個例子 接著就可以加入一些AI的Musician 有三種音樂人可以讓你選擇 分別就是鼓手、Keyboard手和Bass手 鼓手的類型你可以選擇 它是打真鼓、電鼓 還是玩Percussion 音樂風格也可以選擇 你可以有Rock、Punk 我們試一下Fung Rock 給大家聽聽原本 接著聽聽AI版 直接給大家聽聽 當時我在亂按轉換風格的效果 那個轉換是即時的 除了不同的音樂風格彈法之外 那個聲音都可以變 即是可以選擇不同的鼓聲 除此之外它那個AI在哪裏 就是它給你的pattern 它不是fixed 即是根據我這個短時間的試玩 它是有根據你給它那首歌 那個AI是有聽過你這首歌 接著再決定給你什麼適合的Groove iPad它最大的優勢 就是它很細部 on the go 這樣 現在你就真的不需要坐在琴那裏 一定要這樣捉音下去 有了這些新功能之後 這個Logic Pro就全面很多了 更加發揮到iPad的form factor 以及它的流動性 這次它們取消了ultrawide lens 所以會見到剩下一個Wide lens 下面這個是Lider 支援Apple Pencil 3 剛才講過的所有功能 一樣是Face ID解鎖 前置鏡頭移了去打橫長一點那邊 Speaker方面有四個 應該打橫打直都可以做到Stereo Io方面它有一個USB-C port 支援Thunderbolt 還有新的Magic Keyboard 我覺得新的Magic Keyboard 都是一個重大的更新 首先就是它的Track Pad大了很多 還有它這次是改了去類似 MacBook裡面的Track Pad的Haptic Touch 有Haptic Feedback 就不是以前一個真的可以按下去的鍵 我覺得它靈敏了很多 Track Pad好用了很多 還有它多了一行功能鍵 是方便了很多的 例如大家調光暗 螢幕光暗 或者是大小聲 就不用像以前那樣 一定要在這裡做 還有裡面這裡 由以前的膠變成金屬 它外面都仍然是膠 我覺得蘋果今次的M4 iPad Pro 絕對是一個總大的更新 超輕超薄 還有Screen很漂亮 是一個Masterpiece 最重要就是它放了M4 現在它為AI在iPad上的應用 打開了一道新的門 剛剛我只能看到Logic Pro 上面在AI的應用 真正去到iPadOS 在AI上面的應用 大家就要看6月的WWDC 我自己都很期待 iPad Pro和iPad Air還有很多其他功能 例如摘一個External Monitor M4晶片用Rate Tracing打機的時候 畫面有更好的光影效果 沒有了實體SIM卡 全面用eSIM 還有發佈了新的iPad版Final Cut Pro 今次終於都支援 可以讓iPad駁著一個External SSD去剪片 還有新的Final Cut Camera 太多話了,說不完 今次M4 iPad Pro最低內存是256GB 有一點值得留意的 就是256GB和512GB版本的iPad Pro M4晶片是在行9核心CPU和8GB RAM 而1TB、2TB版本的iPad Pro 它的M4晶片是在行10核心CPU 和有16GB RAM 換句話說1TB和2TB的iPad Pro 它的效能應該是好一點的 還有1TB和2TB版本可以選擇 有Nano Texture的顯示器 是磨砂面的防反光效果會更加好 就是這樣,M2 iPad Air和M4 iPad Pro 對於這兩部機 我還是沒有自己一些個人意見 基本上硬體上是沒有話可說的 夠快夠做的 所有東西都很Smooth 螢幕很漂亮 兩部機的螢幕都很漂亮 反而對於iPadOS方面 我自己會有點憧憬 我不期望它會變成一部MacBook 但有些位置我覺得可以改訊一下 例如Magic Keyboard方面 好像我們轉輸入法 如果它可以和Mac轉換方法一樣 在iPad上面這個File App 我自己覺得如果它可以參考更多 在Mac Finder上面的特色 令到我們用得舒服的元素 把它多放在Files就好了 因為隨著iPad裝得越來越多東西 應用的方法也都越來越多 越來越複雜的時候 File這裡是需要有些改進的 另外就是Stage Manager 它現在已經多了很多彈性給我們去用的 但是如果它可以讓我這樣 它不會迫我在iPad範圍裡面 它可以讓我過界的話 我想我會方便很多 還有一件事我想要的 就是當我們用Track Pad的時候 它可以給我好像Mac那裡 四個角有Hot Corner 有不同的功能 我會舒服很多 先分享到這裡 關於iPad Air和iPad Pro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留言區問我 我是會盡力解答大家的